事情是这样的 我报名参加了Tom和TU的 寻找唱作人的比赛 然后直播点评环节之前 需要一个自我介绍视频 下面请由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 TU的老师们好 我叫何景欣 我来自广东 我是一个工科女 30岁独立女性 北漂第10年 漂不下去了 现在刚搬到燕江 接下来由我来带大家 看一下我的这个 新租的房子的Room Tour 我叫何景欣 两个语文老师的女儿 初中的时候梦想想当一个作家 结果不小心学了吉他 高中的时候想当歌手 结果又学了理科 为了音乐梦想来到北京 从刚上大学就开始自己拍视频 靠着大学树莓专业学的技能 自己拍摄剪辑 录音混音 编曲作曲 写词唱歌 到现在做了11年的 视频自媒体创作者了 研究生的时候 从工科跨考到作曲专业 终于从野路子变成了 学院里面的野路子 我在大部分粉丝的心目中 是一个光风雨一高鸭毛员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适合不是我擅长 我擅长不是我喜欢 年龄大了 越来越想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越来越多 积压在心里想表达出来的话 我的参赛作品这两首歌 第一首 看似是一首讲暗恋的歌 但实际上是一个 哀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第二首歌 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歌 这两首歌都是比较小清新的风格 也是好几年前的歌 我现在听起来也觉得 当时还挺清澀挺知嫩的 希望你们会喜欢啦 越容易回忆 经过的经过 是歌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曾经 直接进入听歌环节 两爱可不过后 但人才变得有我 比较唱首张大的歌 其实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经常都会有很多感慨 也都不知道以后 会不会再推翻它们 哎呀 很多东西都说不定的啦 都是开心最重要啦 听不懂啦 我会给你翻译啊 记忆是什么 经历是什么 在我以后的生活里 又有什么用吗 为何越大个 越容易会 经过的经过 成功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曾经被 接纳爱可不过后 但人才变得有我 都是唱首张大的歌 好 谢谢你 你在直播间吗 好 我们先下一首 财书财书 你很年轻 你不老 我一天 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 我没说 我知道 你会懂得意思 如果我会难过 不理智 劝我 放心一次 你现在是在哪里 学习音乐啊 每日子都不关我事 那上便宜装满 我的小心思 晚餐后去阳台 关上窗帘 我的世界非常得意 我一天 我一天 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 我呼吸的空气到那日新鲜 遇见你 我无心将我放在梦里面 才一刹那之隔 便敷衍 我一天 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 梦见了 最后你知 是在意 情绪 总是翻滚 扩大猛烈 但不够过后 也会收着 收什么 收着 很 很治愈的 其实 还有吗 你们这个听不懂 就是听 是 是 是 对 山海 一日大海 天地色彩 你的喜爱 好 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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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懂了 好 你瞬间打开的开关 融化在你的身体里 坦诚却爱 软弱自在 时常在 不在 让人离开 寂寞的感觉 让我融化在你的身体里 仿佛归欠你灵魂的底索 这样 怎么觉得她唱普通话好听很多 对 这是老天爽的 有没有回事最起来的 有没有回事最起来的 回来了 他这个 好好好 好啊 好啊 好 还有很大的空间 然后 我想 我想着重说一下你的唱 虽然乐语部分我听不懂 可是 你的 你的唱歌的部分 我觉得在乐语的表现上 我不知道用油来形容准不准确 老大 不油吗 因为我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听到她那个就是 带着 带着 带着表情 带着腔的那种 那种 因为她的音色她不是 在我心里她不应该是那种 带着 这样的状态去唱 这种 这种 这种感觉 太浓烈了 对 我们感谢腾讯音乐人 在TME音乐学堂 真力音箱 阿玛哈乐器 好 好 对啊 就是让我让我觉得就是你太这个了吧 其实跟你的音色是不匹配的 我心里边对你的预期其实是 还真是不带表情的去唱歌 就像你唱中文的那一段的时候 为啥大家都觉得 普通话 觉得好听 就是因为你在普通话上 你你不太敢 可能不太敢去发挥你的笑肌也好 你的你的位置也好 你的面部表情也好 你可能发挥没有太到 反而她就她就对上了 对没有我们探讨一下 其实以前的香港的粤语歌就是这么唱的 就应该这样唱是吗 就是很经典的那些 他感觉是很经典的味道 就如果你要学经典粤语歌那种唱法 好像调动肌肉就会变多 对 反正我觉得她的唱法就是 就是粤语歌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 想起一个故事 对 哪个 就有一个很甜的唱 就是那个 TWINS 对 差不多 所以唱歌 容祖儿啊 对 就他们唱粤语 差不多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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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不确定 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油的一种 还是怎么样 就我听到了太多面部表情和口腔状态的那种张合感 张合感 你要发言吗 没有 我在忙讲他们 哈哈哈 我在想 嗯 其实 其实这么听啊 其实挺正常的 就是很正常的 是 就是这么听就是90年代 你别 2000年代 2000年以后了 对 因为粤语本来就是比较夸张的 哦 那这个是我不懂啊 雷语大用 嗯 所以 没关系 所以 我觉得在演唱上我可以给到你35分 哇 你真的是在那个就是那个中文那一段吸引到我了 因为我为啥是老天爷赏饭 就是你的音色太棒了 我真的对你的音色就是 可以说是一个在我心里边一个很高分数的一个 一个区域了 对 这种音色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把它 而且它中文的那一段刚好音区翻上去了 对 而且你自己在家录 然后你的高频 你的假声都非常好 嗯 这是天生来的 这个没有办法 嗯 我非常欣赏你的音色 然后 词和曲我都给你25分 嗯 好 OK 我其实感受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还想说就是第三首的写法和前面两首不太一样 写得比较晚 他说 嗯 嗯 第三首写得其实更成熟一些 成熟一些 更成熟更有表现力一些 内容也多了 对 前两首呢就是一首好听的小歌的状态 嗯 他 没法这个很全面的展示你 所以我前面听的 哦 OK 还不错 嗯 然后就这样了 但是第三首的那个后面出来以后就非常适合的把你的唱伤 把你的音色展示了出来 嗯 嗯 话这么说 干净 对 所以所以来 词曲给到 词我给到24 曲给到26 啊 主要是给第三首本身在不聊唱写的也很好 然后唱我给到32 嗯 很高很高 就是反正就是写乐语歌还是有个建议吧 就是不要导字 嗯 有一两句是有点 对 对 这个写 写乐语词真的是太难了 就不然就变成那首歌一样了 那首叫什么来的 《三里的花》 对或者是 哈哈哈哈 就像这种 是吧 就是有点导字 它不是乐语的那个 就是声调 声调和旋律之间是有点拧有的地方 对 所以就是如果要写乐语词 我们要注意了 你可以先有词再补取 就按照乐语那个音调去写旋律就好了 但是这又挺难的 所以说 对 但是用乐语写出来的歌其实是很美的 对 因为它本来就有音调了 好 然后我来评分吧 希望你能继续加油 好 然后 然后 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TU365大家一起多交流 我评分吧 怎么说呢 24 24 然后演唱我也是给到32吧 谢谢你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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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是吧 就是 前面其实三位老师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所以 就是第三首的第三首的水平比前面两首确实是 就是 就算是演唱我都觉得会给高一点分数 所以 词曲我都会给25 然后演唱我给32 加油 高分 加油 加油 下一位 我们能量的一回 准备 好的 好